堂哥想起了他那温暖舒适 对他娇生惯养的家 想到了家中红烟烟的火炉 和热气腾腾可口的饭菜 他只能靠幻想来获得一丝暖意 小呆往他身边靠了靠 我 我想给你传输点真气 用吗 堂哥冷得上下牙齿打架 但还是咬着牙说 谁 谁稀罕 不然你会冻出病的 堂哥心头一跳 生病可不是好事 嗨 谁让自己争强好胜来着 受苦遭罪也认了 忽然 感到后背一暖 一股热流涌进了心田 周身像进了一个温暖的被子 他闭上眼睛 知道小呆在为他传输内力 堂哥迷迷糊糊的 突然感到身边有个人 一只手揽住了他的肩膀 他一睁眼 见自己正被小呆揽在怀里 一个耳瓜子扇过去 你竟敢 小呆缩回了揽着他肩膀的手 我寻思这样你会热乎些 我不能为你老船疏力 堂哥生气地挺起身坐起 突然他发现了前面不远有堆火 火堆 小呆也坐起来 你看错了吧 但他分明也看到了 那就是一个火堆 堂哥一跃而起 向那火堆奔过去 不亚于一个恶极了的人 奔向一堆馒头 但他奔到火堆旁边 突然一声尖叫 人一下子栽倒下去 小呆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 奔到跟前 先抱起堂哥 定睛一看 心头也是一领 燃烧的火堆间 竟是两具放在一起的死尸 旁边还有四具死尸摆放着 火堆竟没有人 甚至连脚印都没有 这死尸从何而来 为什么会燃烧 小呆整个人都僵住了 突然 一个悠悠的声音 钻进小呆的耳朵 既然来了 怎么不坐下烤烤火 这些死尸 足够烧到天亮 小呆分辨不出声音 来自哪个方向 游目四顾 雪也空旷 只有风在低效 天上只有星星 在怪怪地眨眼睛 这声音 更让小呆毛骨悚然 悠悠的声音又来 你怀里抱的女孩子 一定有一身香肉 如果放到这火上一烧 说不定 她的肉还可以吃 小呆腿一软 瘫坐在地上 但怀里的堂哥 让她抱得更紧了 她心中暗叫 我不能晕 我不能晕 我晕过去 我们就都会被烧掉 就在这时 她看见火堆旁的一具尸首 自行飘起 轻轻地压到了火堆上 一压上立即燃烧 火势更旺 心头更是大海 一动不敢动 孩子 我一定吓着你了吧 别害怕 我现在 虽然是鬼 但有时候 但有时候 我也是人 我现在 虽然 有些好心 但有时 也很坏 小呆觉得 像做梦一样 心向 无边的深渊里 沉落下去 她终于被吓得 昏厥过去了 小呆醒来的时候 觉得阳光刺眼 她睁开眼睛 见太阳 已经普照雪野 一片明亮 眼前的死尸 全部烧成了灰烬 她看看怀里的堂哥 依然闭着眼睛 不知道是昏迷未醒 还是睡着了 她不忍惊动他 就这么抱着他坐着 看着那灰烬 她觉得昨夜的经历 绝不是噩梦 阴宁一声 堂哥醒来 睁开眼睛 小呆急忙 把他扔在地上 我知道 你又要打我了 说着站起身来 堂哥看见那灰烬 又打了个冷战 你 你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听见的 要比你看见听见的 恐不十倍 你胆子真不小 可我也被吓晕了 那鬼说 你一定有一身香肉 就想把你吃了 我才死死地抱着你不放 堂哥站起身道 你知道他是鬼 他自己说的 他有时是鬼 有时也是人 咱们还是快离开吧 这地方 实在连鬼也不愿意待着 他们走回小山丘 竟争住了 两匹马 只剩下了一匹 小呆骚了骚头 我会是那鬼骑走了吗 堂哥牵了那匹马 安安上马道 既然你交了个鬼朋友 就只好委屈你的腿了 驾 踪马向前急驰而去 小呆只好施展轻功 追了上来 轻轻一跃坐到了马屁股上 堂哥竟未察觉 依然跃马向前 仿佛发誓 要尽快跑出这片血野 这下可苦了这匹马 直到傍晚时分 这匹马大汗淋漓 眼看就要累趴了 但他又一下子精神大振 这因他看到了他的天堂 辽阔无边的草原牧场 草原当然是马的天堂 而小呆和堂哥 也像来到了天堂 他们受到蒙古包里的 蒙古人的盛情招待 热的牛羊奶 还有香喷喷的牛肉和羊肉 像堂哥这么甜 这么美的少女 到哪里能不受欢迎呢 小呆成了一只 跟随着嫦娥的兔子 那些会几句汉话的蒙古人 兴高采烈地告诉堂哥 明天是他们部落大喜的日子 部落酋长 打喊的独生女儿 多尔纳要比武招亲了 这一夜 小呆和堂哥住在蒙古包里 他们很快就香甜入水 昨夜的经济 只在脑子里闪了闪 便像一场梦一样 望去了 清晨 太阳刚刚升起 他们就被叫醒了 他们喝了奶茶 随同那些蒙古人 搬到了牧场 这时 他们发现 好像整个草原都沸腾了 小呆和堂哥 简直要被这美丽的草原景色惊呆了 往远处望去 整个草原就像是一片金色带绿的海洋 上面点缀着千万朵 各种各样的花 淡青色的 蓝色的 淡紫色的 黄色的 五彩缤纷 空中 有千万只鸟儿在齐声歌唱 秃鹰在飞翔 远远还有来咽的叫声 几只欧从不远的草丛里震翼而飞 把身姿浮游在空中蓝色的波光里 往进一瞧 地上 崭新焦虑的草色 风吹来 促促的五花杂草 全在点头哈腰 向对他们 致意问候 在这么美丽的草原 谁不愿意活上一百年呢 小呆和堂哥的心情 一下子好了起来 他们也恨不能插翅高飞 把自己融化进无边的草色 融化进天空的蔚蓝里 堂哥又展开了他那迷人的笑 那实在是世界上 再甜美不过的花了 这时 他们已来到了人群旁边 他们看见 有许多匹马聚在一起 准备奔跑 旁边的蒙古人告诉堂哥 比武招亲的第一项 是刁羊 第二项是斗笠 第三项是摔跤 并指给他们 看台上的胖子 是酋长达汉 他左边身旁坐着的 是他的妻子 和独生女儿 杜尔纳 他右边坐着的 是请来的 明镇蒙古的三大武功高手 这个会点汉话的蒙古人 和堂哥低声谈笑 根本连小呆一眼都不看 在这个蒙古人的眼里 没有欲望 只有对美的崇拜 和欣赏 但小呆却发现了 一位蒙古少女 看他时 那怪怪的眼睛 他看他 他却对他迷人一笑 小呆可没敢抱一一笑 连忙躲避开了眼光 心中砰砰跳了几下 为什么对我笑呀 刁羊比赛 刁羊比赛开始了 万马奔腾 草原一下子动了起来 不 是旋转 至少在小呆的眼睛里 草原是在旋转的 他惊叹于这些蒙古青年的高超奇迹 也佩服这彪汉英勇的民族 他目不转睛地瞧着 方知道 刁羊不是刁 原来是抢羊 以此来较量 谁的棋数高 刁羊比赛结束了 一匹红马上的标形大汉 举着抢到手的羊 骑马 跑到了台前 放到台子上 那蒙古人告诉堂哥 标形大汉 叫铁木汉 是他们部落的第一勇士 接下来的斗力和摔跤更是精彩 但经过较量 都是铁木汉获胜 于是欢呼声四起 人们庆贺着 他成为酋长的成龙快序 酋长宣布了这一喜事 并让全部落的人 今天晚上百宴 庆贺他女儿 与铁木汉成亲 小呆和堂哥本想离去 但经蒙古人的盛情挽留 便决定再住一宿 这部落的欢乐 似乎感染了他们 他们也实在 想在这美丽的草原 多住一晚 晚上 酒宴更丰盛了 小呆也喝了些马奶子酒 蒙古人又唱又跳 敬情欢乐 好像每个人都成了新郎姓娘 小呆和堂哥 回到他们住的蒙古包 已是很晚 他们躺下很快就睡了 睁眼一看 蒙古包里几乎挤满了人 他的双手已经被人反绑在身后 在他身旁睡着的那位 是新娘 多尔纳 堂哥呢 怎么换成了新娘多尔纳了 小呆一下子惊呆了 这时看清了 在他面前凶巴巴的 站着那酋长 新郎 铁木涵 还有那三大高手 他们的目光都在喷火 一位高手过来 解开多尔纳的睡觉 多尔纳醒来一惊 坐了起来 说了几句蒙古话 铁木涵像一头狂怒的狮子 抓起小呆扔出了蒙古包 外面聚集的人更多 火把照得亮如白昼 人们大呼小叫 尽是无比愤怒的声音 小呆被扔了出来 只觉得无数鞭子抽下来 他只能遍地乱滚 脸上脖子上 身上无一处不疼 终于 他看见铁木涵抽出了佩刀 一刀砍下来 这才滚身闪开 一跃而起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人群平静下来 那个会汉语的人 向酋长嘀咕了几句声 酋长又吼了几声 那蒙古人对小呆道 酋长说 你反正也没把新娘怎么样 你如果不用手 把铁木涵和三大高手打败 就能放你走 我放屁 我不用手怎么打 那就看你的了 我的同伴呢 鬼知道 他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我获胜了 你们要交出我的同伴 话音未落 铁木涵已经挥刀砍来 大刀直披小呆的脑袋 小呆暗韵神功 狮子摇头闪开了这一刀 晃身凄近 肩膀撞在了铁木涵的腰上 铁木涵高大的身形 被撞出了三丈多远 四仰八叉地跌倒在地上 酋长一惊 他旁边的一个瘦子高手道 这小子功夫不错 竟是汉语 我先来 说着七身抢劲 一掌拍向小呆 小呆不明对手的底细 只觉一缕歌夫的内镜袭来 急忙施展了 飞燕临风的轻功飘开 瘦高手 一掌不中 又推一掌 正续了前掌的余劲 这掌力似乎会拐弯 砰的一声 撞上了小呆的前胸 小呆身形一晃 暴跌七八步 拿桩站稳 可瘦高手却惊叫一声 被小呆的内功反震出仗鱼 虽然没有栽倒 却吐了一大口血 这时 那矮胖子高手已经弓了上来 身在空中 已打出了三掌 掌力之尽 足可以开背碎石 小呆 只得又施展 飞燕临风闪避 一连避开了 胖高手的十七掌 突然 胖高手的肚皮一股 一股强劲的内力 从口中射出 一缕弃剑 穿中了小呆的右肩 一道血剑 激射而出 喷到了胖高手的脸上 胖高手惨叫一声 整张脸 由红变紫 由紫变黑 一头栽倒 一命呜呼 他身上的血有毒 最后一名老者高手 惊叫一声 在场所有人 无不惊骇 小呆也绝没有想到 自己的血 竟能把一位高手 毒死 也挣住了 酋长惊骇 无比地吼叫着 挥舞着手 众人的鞭子又抽下来 但随之 有人发出了惨叫 原来 鞭子抽在小呆伤口上 带着的血 甩在旁边人的脸上 哪怕是一滴 也立即腐烂 仿佛那血 根本就是毒汁 没有人再敢抽鞭子了 被血溅到脸上的两个人 正捂着脸 惨嚎在地上打滚 奇壮惨不忍睹 小呆突然瞥见 蒙古包的顶上 坐着个少女 正偷偷地咯咯窃笑 并认出 正是白天 用怪怪的目光 看着她的那少女 她心头一跳 原来是她搞的鬼 身形一展 向那少女冲过来 少女身形一飘 离开蒙古包 向南面的牧场 斩身急射 小呆哪能让她逃掉 蒙韵内功 将付出手脚的绳索崩断 施展飞燕临风 随后紧追不放 在这辽阔无边的草原上 她们就像两团疾风 开始激烈地追逐 直到天色威名 少女也没有甩掉小呆 小呆也没追上少女 似乎总是那么远的距离 突然 少女回过头 迷人地一笑 你还想比吗 不想看一看 你同伴的死活 小呆身形一缓 正落后十步之多 换了口真气道 谁在和你比啊 快领我去见我的童外 堂哥竟是着了她的道 少女身形灵妙一旋 反身往回略来 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小呆心中暗恨 也放缓了速度 等找到堂哥 再跟他算账吧 堂哥好悠闲 他正坐在一片草地上 静静地欣赏草原的日出 他和周围的景色 构成了一幅完美的图画 天空 草地 远处的马群羊群 和较近的蒙古包 一切都是这么的和谐优美 这图画 只怕天下最好的画家 也绝描绘不出来 除非他亲自带领堂哥 来到这里 少女和小呆来到堂哥身边 他们止住了身形 小呆的脸上 也是热汗如洗 身上的衣服 也似乎被汗湿透了 堂哥坐着不动 只是向少女 投去了忧怨的一瞥 显然 他被制住了穴道 少女对小呆道 我本想把他 给那个仙郎送去 可又怕他被迷住 他实在太招人迷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作弄我们 我们又没有得罪你 甚至根本就不认识你 我们分明见过面 你怎么能说不认识 那你一定是认错人了 心想 他本是一位蒙古少女 却能说一口 这么流利的汉话 莫非他去过中原 莫非自己真的认识他 并在什么地方得罪他了 于是又道 就算我以前 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你昨夜也报复了 咱们算扯平了行不 你放我们走吧 别再找我们的麻烦了行不 少女一指唐哥道 他已经吃了我的毒药 太阳一当头 就会毒发而死 而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能救他 因为我的毒药 是没有解药的 你快说那人是谁 我现在就带他去 那个能救他的人 就是你啊 你想知道什么 求求你告诉我 这么求可不行 你得跪下 给我磕九个头 叫师父 这 好吧 师父在上 徒儿这箱有理了 说着 双膝跪下 砰砰砰 磕了九个头 站起身道 这回 请你告诉我 怎么救他 少女却一指 点了唐哥的睡学 把他放在躺下 转而对小呆道 这样可以暂缓 他体内的毒性扩散 你且坐下 五星朝天 按我说的口诀 运转体内的真气 我教你一套 运弓使气的法门 你就可以一掌 把他体内的毒性逼出了 小呆哪里还敢多想 盘腿打坐 五星朝天 宁神脸器 静听少女的口诀 少女见了 嘴角掠过了一丝 鬼秘的微笑 木垂帘 易宁丹 鼻息气 吐那三 少女口述三遍口诀 小呆运弓三遍 她每运弓一遍 身形离地三尺 待三遍下来 身形已经端坐于 离地九尺高的半空上 醒了 收弓那气 小呆灵台空明 身形轻轻地飘落在地上 而她魂味觉察 只觉身形如雨 飘然欲飞 待小呆睁开眼 见太阳将要当头 连忙起身 奔进堂哥 对少女道 我该救她了吧 你只需向她的胸前 轻拍一掌即可 小呆便向堂哥诱辱之侧 拍下了一掌 堂哥浑身一震 脸上灯时笼罩了一层黑气 情形比刚才更加险恶 饶是小呆不通一礼 一觉不妙 急忙回头去看少女 那少女却发出了邪恶的笑 哼 你上了我的当了 她本未吃毒药 而眼下中了你这一毒掌 她眼见是活不成了 毒掌 我掌上怎么会有毒 这你应该感谢为师 小呆怒急跳起 狗屁 这一跳 无意间带动了真气 身形已飘上了半空 急忙那气坠下 心中暗惊 像是受了邪法妖术 下面师傅两字惊骇得始终未出口 我跟你说过 我虽然是鬼 但有时也是人 我现在虽然有些好心 但有时也很坏